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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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KC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回到来 手作人生系列了 我们今天要做的是 彩虹玫瑰 首先我们需要准备五张材质 过后呢 在一个废纸上面画一个 随地形的形状 然后把它剪起来 当做纸样 好 过后呢 我们需要减每一个颜色 总共三套 好 然后在花瓣的外围 剪出一些波浪形 然后我们继续剪其他颜色的纸吧 剪完过后呢 我们把纸样剪小一点 制造一个小一点的花瓣 然后我们总够需要一套 好 也是同样把外围剪出波浪型 过后呢我们需要准备三个大圆和一个小圆形 然后把小片的花瓣向内卷 过后呢把大片的花瓣向外卷 把大片的花瓣向外卷 卷完过后呢我们把小片的花瓣黏在小的圆圈上面 我们把小片的花瓣向外卷 然后把其他三套大花瓣跟着顺序黏在大圆圈上面 过后呢我们拿小花瓣的紫色当开始 慢慢的卷起来黏当做一个花心 然后呢将相反的一花瓣黏起来 我们把小花瓣的花瓣向外卷 黏完过后呢我们就可以在底部插一点胶黏在下一个花瓣的紫色 这里要注意哦我们要把它对齐对到相反的颜色的对面才可以 如果你叠在同样颜色的上面的话 这样子太过整齐不好看了 刚刚我们用紫色开始 现在我们也是用回紫色开始 然后呢我们跟着顺序一片一片黏上去 就像一个小花瓣的紫色 这个花瓣的紫色 这个花瓣的紫色 而不仅仑的花瓣 也要注意到这个花瓣的紫色 那么一片黏上就有点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记得帮我订阅、按赞、分享 还有打开你的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我的新影片哦 如果你们想要观看回我之前的影片的话 也可以点击右上方的资讯栏就可以看到了 你们有任何的想法想要告诉我也可以comment在下面 那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吧,拜拜